维持心血管的健康 就可以预防脑中风 主厨今天用当季的食材 大头菜来做料理 我们来做一个 咸香的脆片大头菜 大头菜其实我们在一般的 小吃摊 都可以吃得到那种腌制的 可是你会觉得它的 辛香料的味道有点太重 我们今天来改一下它的做法 就是我们把辛香料 把它稍微炒过 然后再来一个就是 它的咸味来源 我们就不用 有一些会用酱油 有一些会用盐巴 可是我们今天的咸味来源 我们就用青鱼 青鱼 它除了咸味来源 它的甜味也会增加 这边我用一点橄榄油 然后把我们的蒜头 对 稍微把它炒香 对 没错 然后这边还有洋葱 洋葱一起把它炒香 因为这样炒过之后 它的辛香料的味道 不会那么呛 其实小朋友比较能接受 好 我们把它拌炒一下 这边我来介绍一下 这个青鱼我是有事先先烤熟 烤 对 把它剥 那个鱼翅把它挑掉 然后把它剥碎 有点像鱼松了 所以这等一下一起下去煸 是 这个先把它稍微炒香一下 好 香气出来了 它其实有接受到热度的时候 洋葱的甜味就往上爬了 对 这样比较不会那么地呛 其实站在这边闻这个味道就很香 对 然后这个青鱼把它加进来 好熟的青鱼 好熟的青鱼 稍微把它拌炒一下 好 这个让它拌炒 拌炒的同时 我们来腌我们的大头菜 大头菜 对 大头菜其实这边 你只要稍微地加一小匙的盐巴 加一点盐巴 对 加点盐巴 来 一小匙 我们只是把它的那个炒青味 然后跟它的那个水分 把它稍微淹出来一点点 就可以抓它是不是 对 稍微抓一下就好了 不用一直抓 你只要确定 我每一片都有拌到盐巴 然后你就放着大概20分钟 它就会变成像这样 有没有 下面有水分 水分 对 这里有水分 是 那这个水分我们要把它挤掉 再把它挤掉 对 再把它挤掉 对 再把它挤出来 像这样 把它挤干 对 把它挤干 对 这样的目的是什么 挤干之后它会比较脆 对 然后再来就是它有点杀青 就是把那个草青味 很多人不喜欢 这种味道 这种味道把它弄掉 陆星你怎么看这种料理 很多人在想说怎么样保护心血管 其实像这个当令蔬果 这个大头菜 它是冬天的蔬果 它的好处 第一个它含有丰富的B群 B1 B2 B6 和烟碱酸 还有C之外 很重要就是它的矿物质 因为对于我们来讲 要控制血压干嘛 甲含量就很重要 它有丰富的甲 所以很适合我们这一群人 第二个我觉得更重要是 它待会要用的青鱼 因为青鱼对于我们来讲 它有两大好处 一我们知道 如果说要造成心肌梗 射或什么 血脂肪高 是什么常见的因素 那我们知道这个好的云油 之前就发现 它可以帮助调节这些相关 胆固醇造成这些心肌梗 第二件事情是 它可以抗凝血太过 因为我们刚才讲说那些新冠 常常是因为微小的血栓 所以是不是可以 说不定可以预防我们血栓型 所以两大好处 建议大家都可以使用 是 OK 好 这个差不多 挤干之后 你看我们挤干之后 它的水分大概有快要一碗 挤干完 那这边我们也炒香了 香气都够了之后 我们把它放进来一起拌 拌 因为这边我们就不再加盐巴 加热的调味 因为这个鱼 它本身就会有点咸味 对 没错 这其实有点像像温沙拉 对 然后再来一个就是 可以加一点点的油脂 坚果油 像我们用芝麻油 这也像是凉拌菜 对 没错 一点点的芝麻油 然后再来 辣的部分你就可以自己 适量 对 没错 好 把它拌匀之后 这样就可以了 再撒一点点 最后再撒一点点香菜 没错 我们现在要帮你护心 这样的料理就完成了 推荐这道咸香脆片大头菜给您 丰富维生素与矿物质的大头菜 搭配咸香的青鱼一通料理 香辣爽口促进血熏 帮你增加血管弹性喔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姜文芸医师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帮我们按赞 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喔 这样就可以随时接收到 我们最新影片的讯息喔 另外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影片 对你的健康有帮忙的话 请帮我们按一下影片下方的 超级感谢的按钮喔 表达对我们的支持举肯定 谢谢大家